以患家洗头条文达签约作者,首先,正常的心率范围是64到100次每分,至于心率快慢对人体的影响,普通人群是不一样的,对于无特殊疾病的健康人群,只要在这个60到100次每分的范围内,都属于正常的情况,如果需引动员,心跳还可以更慢些,白天甚至可以达到50次每分左右,也没什么大的问题。 对于健康人群,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心跳快,或慢对人体有益,不管一个人的心跳是60次左右还是100次左右,一般问题都不大,但如果是心跳,由偏慢变成偏快,如原来都是60次每分左右,现在变成90次每分左右,或由偏快变成偏慢,如原来都是90次每分左右,现在变成50次每分左右, 就可能是身体出了问题,需要找医生看一下,心跳突然变慢,药景气是否有假减或斗防解功能问题,特别是合并与心动漫相关的疼运,甚至运绝症状的,要及时就医,心跳如果是突然更快低, 最常见的病因是假抗等,也是要找医生进一步寻找原因,而对于高血压病,关心病一些特殊人群,心率还是有要求的,或快低心率会影响血压,或造成心经浩氧量增加, 对于高血压患者,需要要不进入的心率数值,是80次每分,或快低心率对血压不利,而对于已经痊诊的关心病患者,要求的心率目标只是55到60次每分, 所以关心病患者,常需要口服美托洛尔控制心率,另外对于心率的患者,也是需要控制心率,减少心机做工,总之,对于不同的人群,心率有不同的要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